- 如何防小人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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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們上次就告訴我們 - 我們的柴位在哪裡? - 在西北方 - 只要我們在我們家的 - 西北方的方位 - 然後擺一個聚寶盆 - 那對我們的柴位真的有幫助 - 前幾天老師就幫一些人 - 他按了幾個柴位 - 因為他在那邊做生意的 - 他就告訴我說 哇老師 - 按了以後真的差很多 - 一定的啊 - 他原來生意不是很好 - 現在有人願意投資他幾百萬 -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- 怎麼他說這麼神奇? - 第一個是因為你很努力在工作 - 第二個 - 具組的一些人量跟姻緣 - 就在你家的方位 - 今年2020的柴位再來一個方 - 西北方 - 放一個柴位 - 可是當我們畫一個柴位的時候 - 是不是也有幾就有什麼? - 熊 - 那是不是我們在我們的柴位 - 柴位裡面擺一個聚寶盆之外 - 那萬一我們賺了很多錢 - 然後又被人家解走對不對? - 小人又一堆 - 那是不是 - 努力了之後最後還 - 沒柴缸 - 對 - 所以說老師想一想 - 你們還是要把小人位置 - 我們把它畫一下 - 了解 - 畫的能量裡面 - 不是我們要去對立它或是攻擊它 - 只是說我們希望 - 我們所有的外人抵擋在外 - 沒錯 - 所以我們所有的小人抵擋在外 - 不用我們去面對它 - 然後去敵對它就好 - 就是一個保護網就對了 - 就像我們現在要打那個預防針疫苗一樣 - 對對對 - 我們要去面對小人太累了 - 不如我們又一個職場 - 讓宇宙的職場 - 直接幫我們畫掉所有的煞氣 - 好喔 - 好 - 那現在我們要公布2020年 - 我們記得2020年嗎 - 對 2020年 - 對 2020年 - 一開始我們還是 - 我們坐像還是要 - 比如說大像 - 大像的時候 - 大樓 - 我們的坐像 - 像要像哪裡 - 落地窗 - 我們的落地窗 - 面向落地窗去 - 拿比如說指南針 - 指北針 - 或是你會羅盤的話 - 也沒有問題 - 那你就向 - 向你的什麼 - 面向落地窗 - 對 - 然後找到 - 找到什麼北方 - 喔唷 - 喔好 - 北方 - 那如果說 - 如果說你們家是 - 那個什麼透天的 - 那你就向著門 - 大門 - 向著門 - 然後完以後 - 你就要把它畫一個景字 - 就是我們講的九宮 - 喔 - 九宮格 - 九宮格 - 然後九宮格以後可能會有 - 東北方、南方、西方、東方 - 那今年的什麼 - 今年的北方 - 它是一個是非的位置 - 喔北方是是非位置 - 對,所以說我們北方的地方 - 我們回去看看自己家的北方的位置 - 喔 - 如果說 - 欸,有了色桶 - 然後很髒腕 - 或是有一些 - 跌了很多很多 - 我們會覺得 - 哇,這邊好亂喔 - 好雜喔 - 那代表 - 小人多不多 - 多 - 多 - 喔 - 你懂我意思嗎? - 或是說 - 你的 - 你那個北方的位置 - 板了很多娃娃啦 - 呵呵呵 - 或是不是也被電影的嗎? - 拿著一個布娃娃 - 拿著一個刀 - 那好可怕喔 - 那叫什麼名字啊? - 那個什麼 - 那個什麼吉啊? - 那個是 - 那個布娃娃叫什麼 - 欸小便便 - 那布娃娃那個叫什麼啊? - 恰吉喔 - 恰吉 - 超可怕的 - 如果北方剛好 - 板了一個 - 那個布娃娃的話 - 就要麻煩今年的北方稍微把它移開 - 如果說放Hello Kitty就算了 - 還蠻可愛的 - 喔對 不然換可愛的 - 呵呵呵 - 對 - 那如果 - 沒有辦法 - 你就真的把它清開一下 - 好 - 那清開了完以後 - 我們最好去找一個空位 - 老師今天教你一個方法 - 好 - 第一個 - 你們可以去找 - 你們可以去找 - 一對 - 麒麟 - 麒麟 - 就擺在我們的北方的位 - 要中間一點 - 對對 - 好 - 這裡 - 找到麒麟 - 那麒麟買回來的時候 - 我們到廟裡去淨化一下 - 喔 - 我們想說 - 那是不是 - 買回來是不是要開光 - 對不對 - 那基本上 - 因為有時候 - 不曉得開光 - 這個師傅厲害 - 你不明白 - 哈哈哈哈 - 那我們只要到大廟 - 或是天宮廟 - 然後帶著麒麟 - 然後把它淨化一下 - 喔 - 那路把它淨淨 - 這樣就可以了 - 那完了以後 - 把它收好 - 然後就知道我們家裡的北方 - 北方 - 在哪裡 - 那你就把它安放下去 - 那在安放的時候 - 我們會看一下 - 那天的時程 - 喔呦 - 那天的時程 - 如果我說即時的時候 - 譬如說我們龍米麗 - 又有幾點到幾點有即時嗎 - 即時 - 那時候你看一下那個即時的位置 - 喔 - 時間點 - 然後北方也知道了 - 然後就把麒麟給它擺上去 - 要一對嗎 - 一對 - 一對 - 香香對對 - 對 - 因為麒麟本身 - 它有招財跟化喪的能量 - 喔 - 如果說它擺在是財位 - 它就會招財 - 喔呦 - 擺在煞位 - 它就會化喪 - 對 - 而麒麟的功能力量很強大 - 所以說你擺了以後 - 時間對了 - 空間對了 - 然後 - 那 - 人羽人對待為2020 - 你會覺得很多事情 - 都會順遂 - 把所有的小人抵擋在外 - 風修化氣 - 對 - 不用去面對小人 - 你會覺得2020 - 是一個順心的一年 - 好 - 那如果說 - 你會覺得 - 欸 麒麟不好買 - 那老師 - 也希望你們可以買一個葫蘆 - 喔 - 葫蘆 - 葫蘆本身它也有招財化 - 葫蘆的能量 - 因為打開了以後 - 葫蘆不是可以打開嗎 - 它不是一個葫蘆 - 所以可以收腰 - 哈哈哈 - 老師不要對著我 - 哈哈哈 - 那對著 - 對著它好了 - 好 - 因為葫蘆本身 - 它可以收腰 - 或是化煞的能量 - 是 - 然後我們再把它綁一個五弟拳 - 喔 綁五弟拳 - 綁五弟拳 - 因為五弟拳 - 基本上它也有化煞 - 化煞招財的能量 - 喔 - 一樣 - 我們把它擺在哪裡 - 也是我們的北方 - 對,答對了 - 那今年的北方跟南方 - 都是一個沙位方 - 如果說 - 下次我們還可以夾聊聊北方 - 喔 - 可是如果說 - 你們剛好在身體上 - 有比較屬於 - 欸不好 - 身體比較不好 - 你看北方 - 那南方 - 南方 - 南方對我們身體 - 會比較有影響 - 南方 - 也南方也是沙方 - 2020 但南方跟北方 - 都是沙方 - 喔 南跟北 - 所以說家裡一定要檢驗一下 - 我們家裡的方位的北方跟南方 - 是不是位置不是很好 - 那如果說 - 我們家的北方跟南方 - 剛好是廁所 - 有沒有可能 - 有可能 - 好,那對我們的運格更不好喔 - 蛤,那怎麼辦 - 她說 - 啊怎麼辦 - 把一個麒麟 - 然後放在廁所裡面嗎 - 好像又怪怪的 - 我們在上廁所麒麟 - 在看著我們 - 哈哈哈哈 - 聰明 - 喔 - 你怎麼反應這麼快啊 - 就有那種感覺啊 - 這種好意思呢 - 哈哈哈哈 - 那所以說我們 - 我們可以老師是 - 欸,門的地方 - 廁所門的地方 - 或是找一個地方 - 讓它掛的 - 掛一個葫蘆 - 欸,真的喔 - 比如說門的旁邊 - 因為如果荒衛有的話 - 我們用擺的 - 我們用擺這樣子 - 擺一個葫蘆 - 那如果 - 欸,真的是在廁所的時候 - 我們就把它掛在門的角落 - 不是不一定那個門喔 - 就是框框 - 我們的牆壁有沒有 - 門的角落 - 門在推開的一個角落 - 就把它當裝飾品 - 欸,裝飾品 - 掉到那邊 - 它也會有一種 - 劃煞的能量 - 那也擺一個什麼 - 黃金格 - 讓裡面的那個 - 器材 - 稍微淨化一下 - 黃金格 - 這樣子對我們的 - 未來的2020 - 人與人對待關係 - 會充滿了貴人 - 喔 - 當然我們把荒衛 - 擺下去了以後 - 比如擺了麒麟 - 擺了葫蘆 - 也找到荒衛了 - 那這樣子就沒事了 - 就沒有小人了 - 可是我的皮很暴躁 - 哈哈 - 我看到人還是很不爽 - 她是很想生氣 - 她看到人很想揍人 - 哈哈哈哈 - 是齁 - 喔 - 有粉絲在問 - 琪琳的材質有一定嗎 - 好 - 因為 - 因為我們今年的 - 今年的北方 - 她的 - 陸存心剛好屬木 - 那我們用金 - 黃金的 - 喔不是 - 銅的 - 銅的 - 來把它製煞 - 因為金會刻木 - 金會刻木 - 喔 - 金會刻木 - 其實當我們放在那邊的時候 - 因為麒麟本身也會招產 - 可是麒麟是因爲什麼 - 我們要先製煞 - 黃小人 - 然後完了以後 - 再把它擺上去的時候 - 或許因為 - 因為你的今年的心性非常的好 - 比如說我剛才不是講的嗎 - 你把所有的物件 - 有形的東西都放好了 - 可是你內在的心性 - 還是燥 - 還是煩 - 還是會得罪很多人啊 - 要解 - 所以兩者要同時進行 - 第一個 - 有形的力量 - 我們幫忙你化解所有的小人 - 對不對 - 那無形力量看不到的就是 - 內心的想法 - 一定要隨之而改變 - 好 - 如果今年我們要怎麼樣 - 我們要好好的讓自己的個性想法 - 也稍微改變一下 - 好 - 對 - 老師有個提外的話 - 因為2020 - 2020 - 在我們數字學 - 老師有會數字學 - 喔 - 2020加起來是不是有兩個 - 一個二加一個二 - 四 - 剛好四對不對 - 四就是這樣 - 2020的四 - 就是數字的四 - 那四是什麼 - 四就是計畫 - 計畫 - 學習 - 及計畫學習 - 求資 - 喔 - 對 - 所以2020年 - 這一年是我們 - 我們要好好的計畫 - 規劃 - 求資 - 及 - 理財的一年 - 唉唷 - 對不對 - 最重要要記得喔 - 第一個 - 在西北方 - 我們要把一個聚寶盆 - 西北方就是我們的正財位 - 嗯 - 然後在北方 - 放什麼 - 呃 - 葫蘆或者是麒麟 - 對 - 同麒麟喔 - 要同麒麟 - 因為 - 因為它是木 - 所以我們用金來克它 - 克住它 - 好 - 同意思嗎 - 那這樣子 - 我們的那一種 - 2020的小人 - 會比較 - 比較能夠 - 應該 - 他就把它化掉 - 不要說比較少啊 - 好不好齁 - 就把它化掉 - 你心性再改變一下 - 然後今年 - 2020是一個學習年 - 了解 - 然後一定要好好的求知 - 好好的計畫 - 好好的規劃 - 錢財 - 那對 2020是一個非常順遂的一年 - 那如果說 - 欸 - 是不是有人要結婚 - 有啊 - 2020 愛你愛你啊 - 對 - 欸 - 真的 - 下次我們呢 - 如果說你今年想結婚 - 或是今年 2020 想生小孩子 - 唉呦 - 對不對 - 或是你生了兩個 - 或是想再生一個 - 這三個再想生第四個 - 生生不行 - 或是說 - 你想生一個兒子 - 哇塞 - 欸各位仙粉 - 那個頂旭老師都已經做過四調了 - 剛才直接講了好幾個重點 - 就是 - 今年度 2020 年你們的願望 - 頂旭老師準備要為你們實現了 - 呵呵 - 那我們下一次我們來講一下 - 如何讓今年的喜氣更旺 - 唉呦 - 增加我們 2020 年的喜氣 - 喜氣 - 想結婚的結婚想生小孩的生小孩 - 喔喔 - 厲害喔 - 還有包生兒子 - 哈哈哈 - 老師欸剛好用龍鳳胎 - 人家吃你姐姐說想生龍鳳胎 - 哈哈哈 - 她就看到沒有這個基因啊 - 喔是齁 - 嗯 - 對 - 好 - 那記得如果說在家裡面的 - 比如說生理比較不好 - 因為家裡面的人比較有生病啊 - 然後會不會覺得說 - 欸 - 健康 - 對健康這個方面就在我們的南方 - 喔南方 - 南方的地方就一樣 - 我們用麒麟或葫葫去畫一下 - 喔 - 不然有時候剛好我們南方的位置 - 剛好是一個我們白的位置可能髒亂啦 - 喔髒亂啦 - 然後或是說 - 位置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- 我們用麒麟跟葫蘆把它製畫 - 那我們的身體也能夠健康 - 欸其實現在要快過年了嘛 - 正好大家都在大掃除啊 - 所以趁這個時候斷舍離 - 對 - 斷舍離一下呢 - 然後就聽老師的話 - 把北方南方 - 然後就是布置一下 - 布局一下 - 其實家裡面把它布置乾乾淨淨 - 對我們的運格也會比較好 - 可是我們基本上中國人有一個習性就是 - 一個禮拜步做完以後下禮拜已經亂掉了 - 哈哈哈哈哈哈 - 東西都會亂掉 - 所以要隨手 - 我覺得那種隨手的習慣很重要 - 對對對 - 可是有時候習性跟關係不能改變 - 那所以說我們就 - 因為你看喔 - 這個很奇怪喔 -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地方 - 這個這兩隻麒麟 - 擺在那個北方的位置 - 那你就很習慣 - 你不想去干擾它 - 你就會把這個周圍的地方 - 用得乾乾淨淨的 - 沒錯 - 你就覺得 - 會 -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擺這個東西的時候 - 是不是這邊亂堆東西 - 亂疊東西 - 再次放一下啊 - 對對對對 - 啊在外面喝一杯珍珠奶茶先放的 - 先放的 - 然後來一個草莎那一隻 - 你看 - 如果說我們這裡放一個聚寶盆 - 剛好在西北方 - 那你會亂丟東西在旁邊嗎 - 不好 - 你會說欸 - 這裡是聚寶盆 - 所以我就不會亂放東西在這邊 - 就不會雜亂 - 而且他會把它擦乾淨 - 對 - 所以有時候 - 有形 - 就有靈 - 有形 - 欸有 - 有形狀 - 就有靈氣 - 有靈性 - 它就會反應 - 喔 - 會反應 - 就這邊的氣場 - 磁場就自然會反應 - 喔 - 那人還是很重要 - 因為人心還是很重要 - 不是白一白的 - 我的個性還是依然物我 - 天柱自柱 - 天柱自柱 - 對 - 兩者要同時進行 - 一個是無形 - 老師還是會希望說 - 內在的心性很重要 - 好的 - 了解 - 謝謝老師